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演员海青投资的孟金元 再次向香港交易所提交IPO申请 这是该公司第三次尝试上市 并且上半年净利润达5,225.2万元 让我们拭目以待其未来发展 接下来平安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 疑似被查引发了用户的广泛关注 据报道平安银行的信用卡业务 面临着恶意催收的指控 这让不少用户感到不安 银行的合规管理期待加强 最后招商证券因一起就案 被索赔15亿元 这起案件涉及其在中安科的财务顾问服务中 未能履行勤勉务 这一情况再次引发了市场 对其内控管理的质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报道 演员海青投资的孟金元黄金珠宝集团 再次递交IPO申请 计划在香港主板上市 这是该公司自2023年和2024年 两次申请失效后的第三次尝试 且此前的A股上市申请也未获通过 孟金元成立于2000年 以高纯度黄金首饰为主 市场份额为3.8% 在中国黄金珠宝品牌中排名第五 尽管多次尝试上市遭遇挫折 但公司在2024年上半年 营收接近百亿元 净利润为5225.2万元 显示出其业务的持续增长 平安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刘显峰 因涉嫌接受外部调查而失联 引发市场关注 平安银行对此表示 信用卡中心的运营不受影响 然而平安银行在2024年上半年的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2.95% 成为42家上市商业银行中 增速最低的 信用卡业务表现不佳 用户投诉频发 尤其是恶意催收问题 引发广泛讨论 平安银行的内部管理和合规问题 也受到监管部门关注 显示出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面临的挑战 招商证券因为能勤勉尽责 遭中安科索赔15亿元 成为当前法律诉讼的焦点 该案源于10年前的资产重组 招商证券作为财务顾问 被指责未能提供必要的禁职调查 导致中安科遭受损失 尽管招商证券在投行业务中 曾表现出色 但近年来因合规问题和市场环境影响 其业绩逐渐下滑 投行业务收入大幅下降 面对频繁的人事变动和法律诉讼 招商证券急需稳定管理层 并调整战略 以应对未来的市场挑战 网易报道 光伏产业链在价格低迷的背景下 行业协会召开了闭门会议 旨在防止恶性竞争 并推动过剩产能的出清 会议中 来自16家光伏头部企业的代表 讨论了强化行业自律 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等一题 尽管各环节的产量持续创新高 行业整体仍面临供需失衡的问题 组建价格也未见止跌 龙基绿能的董事长表示 价格拐点上不明朗 未来的价格走势 将取决于供需关系的变化 网易的另一篇文章 聚焦于齐富科技的成功转型 自2016年成立以来 齐富科技通过自研核心技术 和铸带模式 迅速崛起为金融科技行业的领跑者 2024年上半年 其注册用户数和营收 均实现了显著增长 市值也大幅回升 齐富科技的成功在于 其以科技为核心 推动轻资本业务的发展 同时构建了完善的风控体系 确保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保持韧性 CEO吴海生强调 优化放款结构 不仅降低了风险 还提升了财务表现 最后 网易报道了联影医疗的 员工持股计划 和其与原子公司之间的复杂关系 联影医疗在上市前 实施的员工持股计划 引发了对其减持套现行为的关注 尤其是在实控人薛敏的角色上 同时 联影医疗曾将原子公司 尽管联影医疗 声称与联影智能的业务独立 但两者在业务和资源上的联系 仍然密切 值得进一步关注 网易报道 全球资本市场经历了重大的转向 印度遭遇了25年来最大的抛售 跨国投资机构 在国庆期间 短短三天内 抛售了2714亿卢比的印度股票 导致印度股市核心指数 大幅下挫4.45% 与此同时 国际资本 纷纷将目光 投向中国市场 投行如高盛 摩根士丹利等 都纷纷上调中国股市评级 认为中国股市未来 将有15%到40%的上涨空间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现 持乐观态度 国庆期间 资金流向中国的趋势 也得到了验证 显示出全球投资者 对中国资产的高度关注和追捧 在汽车市场的竞争中 比亚迪在2024年9月的销量 达到419,426辆 成为年度销量的王者 而上汽集团 则以313,260辆的销量落后 前9个月总销量 也被比亚迪超越 上汽集团的销量 不仅在单月上滑 累计销量 也同比下降21.56% 远远跑输大盘 尽管上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增长 相对较好 但整体营收和利润指标 显示出其面临的严峻挑战 尤其是毛利率的下滑 让人堪忧 比亚迪的成功 与上汽的困境 形成鲜明对比 市场对上汽未来的表现 充满了疑惑 北特科技近日宣布 计划投资18.5亿元 建设人型机器人 用丝杠的研发生产基地 进一步加码这一新兴赛道 行星滚注丝杠 被视为人型机器人中 重要的线性执行器 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 和降本需求 尽管北特科技 在这一领域的布局 显示出对未来市场的信心 但公司尚未获得客户的正式订单 未来的量产节奏和规模 仍存在不确定性 随着人型机器人产业的不断推进 北特科技的私杠业务 有望为公司带来可观的业绩弹性 成为其新的增长点 网易 广州被称为电机之城 电动自行车的数量 已经超过600万辆 几乎每三个市民 就有一辆电瓶车 出行中电机的日均使用量 达到685万人次 仅次于地铁 然而 随着电机数量的激增 交通乱向频出 行人和司机 不得不让步于电机 导致事故频发 广州正酝酿出台 更严格的管理规定 但线牌并未被提上日程 相比之下 上海以严厉的监管 和丰富的非机动车道设置 成功管理了上千万电机 而南宁则采取温和的治理措施 增设充电设施 和非机动车道 形成了独特的慈母治理模式 治理电机的挑战在于 如何平衡城市交通 与居民出行需求 只有通过系统性的管理 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才能让电机安全 有序的行驶在城市中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